北控六连胜,状元让敏露雷点赞 广东队渴望二换一得到重磅的影源 而辽宁队暴冷之后,如今的郭艾伦富豪也迎来了另一方的好消息 他到近期的CBA比赛呢,确实竞争得非常激烈 我们讨论一下两个看点 第一个看点 如今的北控队陈国豪终于重磅崛起了 他不仅当场比赛拿到了32分 而且北控队击败浙江广萨的比赛 最近的北控队更是打得非常的优秀 据了解,北控队最终赢了26分 最终是以115比89成功拿下的胜利 要提到北控队成功赢下比赛的胜利 必须得感谢陈国豪 也要感谢敏露雷指导的用人安排 据了解如今的陈国豪 他作为过去CBA选秀的状元 也成为了大家的十分看好的一名成员 陈国豪也不负众望成为了CBA全明星投票支持率 比较高的一名成员 大家要知道的是 陈国豪能够进入到CBA的全明星 完全靠他自己打出来的 过去的陈国豪在首秀的时候 拿到20加10以上的数据 可以说打破了一个CBA选秀的记录 如今的陈国豪更是突破了生涯最高的记录 来到了当场32分的发挥 陈国豪在赛后接受采访 他也提到了并没有过多的关注得分 更多是想赢下比赛的胜利 从中大家会发觉 陈国豪这种踏实稳重的心态 以及他这种比赛的态度 十分值得认可 随着敏路雷带领着陈国豪打出来之后 敏路雷接下来的比赛 也要给到陈国豪更多的上场时间 不能够选择压制陈国豪了 毕竟外界的压力 确实给到敏路雷非常大的这一个压力 同时直到如今的广东队 也把目标瞄准到了陈国豪 那么广东队的这边 据了解一度被爆出 想要用中锋的扎明词 再加上了 包括了前锋线的张浩家 这两名球员 跟北控队进行交换 广东队一旦完成二换一的交换 是有一定机会得到陈国豪的 那么北控队的这边 会不会交出陈国豪呢 按照如今的竞争激烈程度来看 北控队已经拿到了六连胜了 如果说陈国豪留在北控队 能够帮助球队打进西杯的思想 乃至争夺总冠军 北控队是肯定不愿意放出陈国豪的 但是如果陈国豪在北控队 打出来之后 成功发挥出来之后 他却被冷落 却没有得到重用 那么这样一来 北控队还不如可以考虑 跟广东队达成交换 毕竟广东队交出中锋的张明池 以及前锋的张浩家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筹码 二换一的方案 那也是比较值得的 当然了 本个赛季打到第二个阶段 广东队跟北控队的这笔交易呢 目前来看是完成不了了 最起码呢 说要打完本个赛季 再讨论交易的事情 而有一点不可否认 陈国豪的实力非常强大 各大球队都纷纷向他抛出橄榄枝 广东队的杜丰 就方语 对陈国豪的意向非常强烈 看来打完这个赛季 广东队要全力挖到陈国豪 以便更好的争夺冠军 因为陈国豪的这种打法呢 非常适合广东队的团队战术打法 确实把陈国豪挖过来 机会以及夺冠的能力 将会防备提升 第二个方面 辽宁队最近暴轮输给了吉林队 而且富豪以及怪伦也迎来了两个好消息 谈到近期的辽宁队 确实呢打得非常的尴尬 因为辽宁队最近是以104比112 暴轮输给了吉林队 可以说辽宁队输掉的这场比赛呢 更多是乌哥主教练带队的安排问题 毕竟辽宁队作为原本的二连逛球队 面对着吉林队 面对着排名相对比较靠后的战队 不应该会输掉 但是最终球队输掉 而且是输给了排名比较垫底的球队 这确实会让人比较意外 但是辽宁队直到如今 没有派出所有的阻力 包括了郭爱伦他的受伤 以及包括了部分阻力被换了下去之后 辽宁队输掉比赛也情有可原 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辽宁队原本的实力就非常强大 实力就摆在那里 然而 随着辽宁队最近的比赛打完之后 大家会发觉 辽宁队在最近输给了浙江球州队的比赛当中 据了解富豪也撞到了浙江外园虫师他的牙齿 导致了对方的三颗牙齿都被撞掉了 过后呢 甚至有不少人提到了 虫师这三颗牙齿是假牙 但是提到这种做法呢 确实不应该 然而呢 让大家值得赞同的是 傅豪他敢说敢当 傅豪在赛后也明确说到了 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撞掉了对方外园的三颗牙齿 他愿意承担错误 愿意接受大家的批评 傅豪最起码来说 做错的事情敢于承担错误 这种做法是值得大家认可的 也无愧是作为狼狼的顶级大前锋 而郭爱伦在最近的伤病情况也出炉之后 同样伤病情况问题并不大 但是郭爱伦拉伤了他原本的大腿 这也意味着 第二个阶段的CBA比赛 郭爱伦很难继续去作战了 但最起码来说 郭爱伦去作战季后赛 机会还比较大 我们期待着郭爱伦再次伤病 康复回归到球场 以便打出更加强大的发挥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 您觉得新赛季的冠军 会落到哪个球队的头上 说说您的看法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